天未亮 山頭上噴出火紅色岩漿 伴隨濃濃火山灰直沖天際 茅庸火山位於菲律賓南部 周二再度噴發 岩漿從火山口直沖700公尺高 火山灰更是高達5公里 當地政府緊急撤離超過5萬6千人 到46個濃南中心 目前食物 水 藥物都還足夠 但如果火山持續噴發 救援物資無法順利抵達 而月中很可能出現短缺 馬雍火山從1月13號就不平靜 菲律賓火山基地震研究所 22號把警戒等級調升到5級中的第四級 火山口周圍8公里都是危險區域 當地民眾最擔心的 就是會不會突然大爆發 馬雍火山是塞綠賓22座 火山中最活躍的 上一次噴發在2014年 有紀錄以來噴發過至少51次 所以嚴重的一次在1814年 造成2200多人喪生 大愛新聞 黃金庭編譯